Hello,大家好,我是Alan,我是發生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說 接下來星期四政府會放寬的社交距離措施 那阿藍就發現了一些小小的端危 是不是等於一些沒有打針的人 都可以進入到某些處所呢? 想知道的就記得看下去了 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幫手留言、訂閱、分享、讚好 我們現在立即開始了 好了,又是這個時間了 發生,幫忙講解下 接下來星期四 究竟政府放寬了什麼社交距離措施 這次放寬都很大的改動 剛才就說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皇馬的人士 即是剛剛坐完飛機回來香港那群人士 只要符合打針的要求 就可以進入一些所謂被動查核的處所 確實是什麼?可能是一些不用打針卡的地方 現在還沒改動之前 通常就是商場、一些政府的地方、建築物 譬如我去開區議會的時候進去 我只需要掃安心出行 但是他就不用掃我的針卡 這些就叫做被動查核的處所 現在有什麼是主動查核的發生? 譬如說最簡單就是大家可能入餐廳 是的,經常都說 你外國旅客回到皇馬進不到餐廳 就是因為他會主動去查你的針卡 所以你就進不到餐廳 但是接下來星期四放寬的措施 他就很著重被動核查和主動核查 那他放寬了什麼地方? 這次也挺多的 譬如說不用放寬的部分 譬如說包括一些遊戲機中心、遊樂場場所 例如說我打出球、保齡球這些地方 還有一些主題公園、博物館 最重要的大家最關注就是剪頭髮的髮型袍 或者宗教的場所 這些都是不用最出事的那個針卡 是的,這些地方 過去我猜影響最多就是發營屋 一些宗教場所 過去就說如果沒有打針 或者是剛剛皇馬來的時候 他就進不到去剪頭髮 這個就比較麻煩 現在這些地方本身由主動核查 就變成被動核查 這兩個詞語 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就算他是被動核查 其實會有什麼特別的呢? 如果被動核查 即是即時不用檢查針卡 我進去 但是依然有機會有一些執法人員 可能會進行一個隨機抽查 可以在門口看 就問你出事的針卡 給他們 所以也有一個風險在 假如當一些沒有打針的 即是進去 不幸運 真是被執法人員抽策 那你就可能要承擔一些法律風險 好了 這裡又去到另一個概念 其實就是你們的安心出行 那個針卡 或者那個應用程式 其實大家都常常以為 有紅馬 或者看見那個馬是紅色 就是紅馬 其實就未必是 因為當你掃完安心出行 別人的針卡的時候 你顯示出來的馬 其實是有兩種意義的 你說哪兩種呢? 第一個就是疫苗通行證 第二個就是你有沒有確診 紅黃藍馬 這兩樣東西 疫苗通行證和紅黃藍馬 其實是兩個概念 疫苗通行證 就代表你有沒有打齊針 或者你打針的要求 是不是符合現在最新的安排 簡單來說 你正常或者最普遍的人 就是打齊三針 或者你是打了兩針 或者已經確診 那這個就符合那個疫苗通行證要求 那紅黃藍馬就是 是不是確診 是不是剛剛底部 就是入境香港的時候 還有如果你什麼事都沒有 就是又不是確診 又不是底港的話 那你就是藍馬 那兩個是不同的系統來的 那這次那個主動核查被動核查 其實主要針對的 就是紅黃藍馬 就是給一些黃藍馬的人士 都可以進入到那些處所 那所以呢 大家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是沒有打針的 但是你又以為 他這樣放寬了 是不是真的我可以進去呢 這個情況要很小心 因為它是你實際上 你真的進入到的 但是你會有個法律風險 如果有人來抽查的話 你沒有打齊針去剪頭髮 那就有機會 有個法律風險 你有機會被人罰錢 那所以這裡大家要小心一點 那好啦 除了這些主動核查被動核查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它是放寬了的 沒錯 那放寬的部分 還有一些譬如政府的街市 和私營街市 都會看齊的 就是會改為被動核查 就是不用砍砍的 那另外 譬如一些表演場所 室外的體育的觀眾席 可能馬場這些 都可以去飲食 就像七攬的情況一樣 另外我也說一下 政府終於開了一些露營的營地 經常有人說他是不是不記得了 終於開了一些政府核下的露營地點 和一些戶外的看落設施 還有在一個健身室裡面 他終於就放寬了 你可以開一些班組 他們就每12個人的小組裡面 就可能要隔雙影的距離 譬如是隔1.5米 就可以開一些班組 譬如一些健身班 一些Arobic之類之類 那這裡提一提大家 就是可能那位健身的發燒友 他就只是放寬了剛剛所說的 班組的情況而已 他仍然是主動核查的處所 即是說你去到那個地方 是要打針卡的 是 那好了 講到這裡 我想探討一下一件事 發生 現在就放寬了 譬如這些化形屋 宗教廁所 如果日後 他再放寬 譬如放寬了食肆 那你覺得 如果 剛剛我們所說 其實他實際上 進去那些處所的時候 不用去打針卡 實際上沒有打針的人 其實真的可以進去那些處所 但是大家可能看新聞 或者身邊朋友都知道 有很多時候 如果有人來抽查 那些執法人員 那除了罰那個沒有打針的人之外 還會罰那個處所的老闆 沒錯 那如果這個情況之下 喂 你是老闆的話 喂 你會怎樣做 我現在政府說 不用抽查 不用查那個疫苗通診症 但是 喂 我不知道要不要罰錢 那你會怎樣算 即是如果給了我是老闆 譬如當我是餐廳老闆 即不是說 你什麼都不用 放東西就可以進來 那我老闆的 都會怕你 最後會不會是 是不是真的會罰我呢 那如果真的怕罰我 那我情願 不如我照做現有的安排 繼續回來針卡 那我起碼我慢蒙一失先 起碼我保自己 而不是說保顧客那些部分 因為現在 如果用食肆來計算 食肆 譬如一有違反了情況之下 譬如有人沒有針卡 或者是他那個 疫苗通行證是不符合的話 除了那個食客會被罰錢之外 那個餐廳會被人停牌 即是你現在的經濟都那麼差 我還被你停牌幾天的時候 我不用做生意 就蝕到入獄 那所以呢 我們就幻想一下 接下來他是不是會放寬食肆 但是你說那些法人屋 宗教處所那些 尤其是法人屋他都做生意 那如果他這些情況之下 好像剛剛發生的想 我怕被人停牌 我怕待會又罰我錢 我不如你說放寬而已 我不如算了我做多一步 令到所有人我都要回 這樣其實如果很多人是這樣想的話 就變相其實真的沒有放寬過 是沒錯 所以這裡政府可能真的要做些解說 究竟那些被動核查的處所 剛剛所說的法人屋 宗教處所等等 或者如果日後他再放寬到食肆的話 他要講清楚被動核查的處所 如果有些譬如不乖的市民 他沒有打齊針進去的 那究竟那個處所會不會被人罰呢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不說清楚 他一直覺得以前你都罰我的 有些情況的話 他就會變成沒有放寬過 這些社交出來措施 所以阿南在這裡 希望政府主動去說清楚 這些核查的地方 究竟責任誰屬 那我們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大家有什麼意見 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